Hi,Hello,我是小玲 你们都知道我是发式狂魔 家里的发式多到可以开小卖部 那么今天视频呢就是一个发式合集 给你们安利一些我觉得好看又好用的发式 首先呢先来说说我头上这个 它是去年超火的超大蝴蝶结 它从后面看就是这个样子还挺好看的 跟我今天穿的这种娃娃裙就非常非常搭 我现在头上这个呢是这样子抓甲型的 还有这种是皮绳款的也超级好看 我觉得这个好像跟我今天穿的更搭一点 不会吧,我的购买方式呢都打在屏幕下面都很便宜 大概是几块钱到十几块钱就可以搞定 下一个呢是这样的发枯 我的发枯真的是很多 我这个是单蝙蝶结的设计 跟我今天穿的也是比较搭配 我觉得你头发稍微卷一个蛋卷头 然后配上这样的小发枯 整个人就会显得更精致一些 我爱戴发枯的原因呢我也跟你们说过了 第一是美观 第二是如果选择这种有厚度的头孔呢 就可以增加头顶的高度 这个是罗圈款的 这样就会显得你颅顶更高一点 如果是细软它 头发很容易贴着头皮的姐妹呢 就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 这两个是同一家店买的 价格也很便宜 然后下一个呢也是一个比较有厚度的发枯 这个是在三幅买的 才十几二十块钱 这个做的就更精致一点 可以配一些好看淑女的小裙子 而且这款它的厚度也很够 就会显得你的头顶更高 毛绒发枯之前也给你们安利过 它们家店有非常非常多的颜色 也是属于这样蓬松有厚度的款式 戴上之后呢就可以掩盖颅顶底的缺点 我又在它们家店又买了好多颜色 就可以搭配不同的衣服 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 戴这种彩色发枯也非常的吸睛 接下来呢是这样的毛线发枯 你们冬天应该看我戴的比较多 冬天配毛衣真的超级适合 其实有时候如果你懒得打理头发 是直发的时候 稍微戴一个发枯 也可以增加你整个造型的精致度 这个驼色也超级百大 因为冬天我的米色系 驼色系的衣服会比较多 跟这个发枯就无敌搭配 接下来的这个水晶发枯也很好看 这个也是我三幅买的 也好像才十九块钱 我觉得它是比较适合直发的时候戴 你头发是顺顺直直的 然后这两个配饰呢 就垂在这里 跟你头发就连接在一起 就会显得很精致 藏在头发里面 可以配一些纯黑的小黑裙啊 去参加活动什么的 我觉得也蛮适合的 像这种铁制的发枯 我之前去那个YSL活动的时候 我就是穿一条小黑裙 然后头上就配这个发枯 我觉得还是蛮适合的 你们看这样稍微搭一搭 整个造型就瞬间精致了起来 但是这种铁制发枯都有一个缺点 就时间戴久了会割到耳朵后面有点疼 这个麻花的发枯也是三幅的 我刚刚才拆标签 它才九块钱 这样戴上去是不是也挺好看的 可以配一些粉粉的小裙子 因为它是肉粉色的 再给你们安利一下 我平时用的非常多的这种彩色的夹子 像刘海尖尬期的时候 用来夹刘海就特别好 平常拿来当配饰也是OK的 这种彩色夹子呢 我都是在明创优品买的 十块钱有两盒 你们可以任意去搭配不同的款式 像这个就是叉叉型的 我头上这个呢 也是明创优品的 这种一字夹也有 什么颜色都有 还是挺全的 还有一个是发圈 最近不是很流行 这样的大长发圈吗 我觉得我这条买的还是挺直的 像有些大长发圈呢 它很便宜 但是它用的料子就比较少 绑上去之后呢 就会显得很单薄不好看 但是我挑到的这个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也有非常多的颜色可以选择 包括这个毛绒发圈我也很喜欢 不是有些人问 说小林我的发量很少 扎出来的丸子头很小不好看怎么办 你们就可以搭一点这样的 有厚度的发圈去遮盖一下这个问题 好啦我是小林 以上就是你们催了我很久的发式合集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吧 希望你们可以种稻草吧 还想看什么样的话呢